今天回答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我们家这五只狗谁 大家最厉害 现在我不说你们猜 看你们能不能猜对 你们肯定会猜大哥或者是安安 但现在我跟你们说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顶着这么无辜可爱的一张脸 却能把安安咬得鼻青脸肿 这次我出差回来 就发现安安的眼睛受伤了 一半脸也肿得老高 第二天我就带他去看了医生 还好没什么大碍 大二天狠呢 但是我却不忍心怪罪康康 为什么呢 因为康康的脾气真的是极好的 凸了耳朵也立不起来 用什么样的爱 用什么样的爱 他的脾气性格就是你把他退倒了 他就在原地歇一会儿 他都不会起来 但如果你们认为他是一只胆小的小狗 那就错了 从小就数他胆子最大 他爱爸爸妈妈和妹妹 但是他最爱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睡一个房间的大哥 怎么说呢 之前康康喝了老爸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但是安安这小子 他不安分 他就想跟他爸一蹶高下 康康为了帮他 跟他爸也决裂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每次看到 重狗同框的时候 只有四只狗的原因 大哥这打一个还没问题 但是现在双拳难敌四手啊 尤其是还是两个120斤的绝对重量级选手 现在也不知道是咋了 康康这个战力蹭蹭往上涨了 这毛都被剃了 都没有铠甲了还能这么厉害 他最厉害的就是每次打架 他都是被迫反击 都不是他先动了手 然后给别人咬的一身都是伤 他全身而退 咬完了之后还会跟别人道歉 你们就说他是不是神奇小狗吗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